小客車在馬路上迴轉 第一次沒成功 倒退 喬好距離 再轉一次 結果悲劇還是發生了 碰得一聲撞上路邊轎車 只關心自己的車子 然後不關心對方 闖了大禍 駕駛急忙後退 開了車門走下來 卻是先關心自己的愛車 有沒有怎麼樣 摸一摸保險桿後 站起身 坐右張望 發現四下無人 直接上車 裝傻落跑 變成當時的路面 因為有高低差 不慎去插撞上 這個純粹是推託之詞 開車的人不會因為這個樣子 而發生造勢 事發地點就在東區長幅路上 當時霧車三車的秋心男子 在馬路上迴轉 卻撞車後落跑 受害車主前車時 發生後保險桿 有明顯被撞凹的痕跡 起了報警 沒想到造勢駕駛 盜案還變成 是有要事處理才離開 但監視器全都錄下 讓他白口莫辯 去插撞上人家的車子 本應該就是要報案來做處置的動作 將會儲這個新台幣1-3000元 以及調扣他的駕駛 只照1-3個月 警方表示雖然沒人受傷 但發生事故後 沒有依照規定處置 仍然屬於造逃行為 也提醒駕駛千萬別心存僥幸 記者許韻文 蔡敦瑩 台中報導